是不要保護的 剛剛是全部都已經鎖定了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在按右鍵 除了格式裡面的話呢 把這些怎麼樣呢 不要鎖定 不要鎖定 OK按確定 好 那也就是說白色區域 因為我沒有鎖定 所以可以更改 其他有鎖定 就不能更改 那接下來最後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要到教育裡面 有一個叫保護 什麼呢 保護工作表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要不要密碼 比如說打個密碼 比較安全 按個確定 這邊再打個密碼 1234 OK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保護了 保護完之後我們來試試看 比如說 這個單價 我想要偷改 改成1萬塊好了 讓它降價好了 那這時候如果按一下1萬塊 你會發現 它馬上出現什麼 您正要變更的 這個圖表 圖表 圖表已經被保護 按確定 那我來試試看 這個客戶 我沒有保護 我沒有保護 所以這邊的話呢 點下去OK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我沒有 沒有保護 這個地方沒保護 那這地方沒有保護 都沒有問題 OK 那再來就是說隱藏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 我游標有沒有 移到 任何的 公式有沒有 這除了沒有公式 可是上方卻沒有出現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把隱藏 打勾了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出現 也就是說呢 最後當然你消耗單 你希望給人家使用 可是你又可以兼顧到安全的話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第一個記得先全選 然後呢 把它鎖定 全部打勾 第二步是什麼呢 再針對你 你不要把鎖定的打勾取消 取消掉 再做什麼呢 保護工作表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保護的動作 那隱藏公式就是隱藏公式打勾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